字幕提供主持人 字幕提供 郭 season 大家是幾共心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11日 豈有此理啊,真是,哎呀,倍早亡中啊 太过分了,这些是香港的历史文物来的嘛 你文物都要保护啦,对不对 竟然做些这样的事 最近,律政司就提草案 就多条法例,作出叫做适应法adaptative的修订 就废除了一些叫做女皇陛下,总督等等的字眼 说来说去迷线话话,觉得不好听 但是这些,香港开埠以来就是英女皇臭大的嘛 142年维多利亚女皇啦 啊,他迟下会不会再恶死一点啊 维多利亚港都改了变习近平港啊 话说2024年 静民法习汉规定条例草案呢 就会在5月10日刊显 22日提交立法会审议 里面就针对这些这样的字眼作出修订哦 说他过时各样啊 那真可憐啦 因为香港弟子下一代呢 就未必再见到那些什么女皇陛下 英国政府国务大臣那些名字啦 但是,就无改 就是日后你要多灌输自己那些小孩啦 如果他还在香港啦 被人洗脑洗脑不知什么的啦 香港呢 以往1842年 啊,让弟子集结文章弄一些东西先 那你又可以从那里找回香港的历史啦 那就是1842年 鸦片战争的时候呢 中国啊 他那些鸦片呢 就不得纯 那所以英国那些呢 就纯一点的 于是买啦 就买通街啦 那中国就不alright他 不喜欢 那于是乎就要苦门烧烟 简单说就盐铁专卖啦 要我自己那些卖得出你那些卖不出呀 那英国政府就正当人屎做生意呀嘛 不喜欢呀 那于是乎就跟他死过 那那只鸦的时候呢 英军呀 几千人的 就打败了清朝杜江的几十万军队 几厉害呀 而清朝沿岸的百姓呢 拍手叫好的 会不会见到清朝的船中弹 一定是欺负老百姓多啦 那亦由于此啦 于是乎英国呢 就在这个南京条约 正本在台湾啦 那里 就要求割让了香港岛 其后北京条约呢 就租借这个 架限街以北那些啦 架限街以南是割让的 我好记得条架限街 哎呀 他迟下又租条架限街的了 可能 又有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有三不管嘛 清朝又不管 英国政府又不管 这样没有网管的状态呀 而英国政府就梁正善致 由1842年开始 香港蒸蒸日上 开埔做贸易生意呀 二战之后啦 由于逃避共产党的关系 上海那里呢 走了很多人下来 带上资本 技术 在那里开业 啤膠花 轻工业 什么都有 就带起了香港的工业 辉煌呀 货柜码头呀 李嘉诚都是啤膠花的嘛 首富呀 那再其后啦 越来越多钱呢 于是乎就玩杠杠了哦 即是你有一分钱就玩五分钱的东西 所以呢 就有我们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呀 四会合併呀 李福少呀 跟着有八七古灾呀 然后就摩根斯丹里摩迪追魂咒呀 九七年香港轮陷就落入这个北京政府的手上 直到现在 一尘八彩 货柜码头为止 污天黑地 迷雾一片啦 那这些都是历史 不应该遗忘 好了 但是哎 法律归法律啦 他现在adaptative呢 就将那些条文全部剷掉了 律政司发言人强调 那些法律要有适应性元素 所以例如 应该是上面跟他说的 不是那些卡拉松呢 照用的哦 在法庭上面 常常是呂皇陛下啊 又什么是英国政府啊 国务大臣啊 不断飞这些Terms出来 那些假法佬 就是国安那些呢 你收钱他就肯拿那些啊 来自的普通话啊 那四脚爬爬走过来的啦 那包括什么啊 例如对那些字眼 呂皇陛下 世袭继承人或继位人啊 就是查理斯 总督啊 官方 crown 因为英文版本是 英国政府 国务大臣 等等的罪述啊 那他会在那里改 立法会就是做这些的了 垃圾征费啊 垃圾征费你都没搞定啦 在那里修改这些 哎 他可能是想转移视线哦 因为垃圾征费那里呢 有胎屎腹中 没有了个权威 于是乎 最流行的啦 打仔事份啊嘛 那在那里啦 等我改你的字眼 问你怕吗 凌王法滚宅 法律改革委员会被输处 2022年啊 就做这些这样的东西 哦 这两年原来做这些 这样的垃圾 法律适应化修改呢 啊就是要修订 97年7月1号之后 在香港生效那些 那些条例 同附属法例里面 那些条文的罪述 以符合基本法 还有设合香港作为什么 行政区那个地位各样那些啦 他现在都不是特别行政区啦 都不特别 是吧 香港尋常行政区 那牵涉到的法律条文 包括上传配偶子女抚衰金条例 孤寡抚衰金条例 那你见到啦 仕头婆做过那些什么 他出现过那些 就是以前 欣责香港人的一些条例来的啦 大家可以看回的 王加油局啊嘛 这里 上传配偶及子女抚衰金条例 就是当时通过的啦 大家都要感激英国人的奶水 孤寡抚衰金条例 哎呀 你看看多好 照顾了那些单亲各样那些 有政署条例啦 王加油局啊 帮你寄信各样 今时今日 挺好服务那些 是不是 电车条例 今时今日有得搭叮叮啊 你那些 菲庸、印庸啊 都是因为有叮叮叮 人来人往 没那么闷 他才肯留下的 又是英女王的重行啊 入境条例 啊 这个就要多谢BNO各样那些 他今时今日都还照顾 20多万的香港人 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那你看看 英女王 啊 多么人爱 恩口 野生动物那些 他都有做的 他改字眼 啊 就不是 说会改这些条例的 他又继续原用 那但是大家就由这些 这样的条例呢 你就会记得 啊 英女王对我们的恩惠 带一条法例归法例 怎样practice 怎样去实施呢 是另一回事 所以你见到 鱼户处那帮做不好的 今时今日在那里揽杀野猪 最近壮丝的猫狗都多了 嘿 还有最最恐怖是不知哪家街市当 卖那些猫肉 狗肉来的 被人刮到出来 嚇死人了 anyway 空气污染管制条例 你看看 今时今日呼吸到新鲜空气 就因为英女王的 废物处置条例 当时推行得几好 那大家就借给 看今时今日那个立鸭征肺 哇 人家搞到这么好的 废物处置条例 是不是 你原用各样 是 怎样都会过时少少的 但是今时今日搞一些花神 搞到这样的款 啊 捉证他的无能 听不懂中共 全党史青江 不如为他好的 先戴上头盔 这些建设性的批评 来的嘛 他们很喜欢的 是不是 我说没事的 我好像八谢伟俊 这样的 据理就力争 忠言亦议是这样的啦 但是建设性为你好的嘛 你想想一个天不隆一声 就灭了你 依法灭共的 又灭了这个香港政府的 对世人是件好事来的嘛 对他们都好 自我了断啦 这些 楚霸王当日乌肝致敏 都是因为太过羞愧的嘛 做什么都搞不成 你不打算投江自尽的 那些人 就好像个黄元山那样 一堆木感动在这里 就收几十万人工一个月 香港人给钱居的 好了水污染管制条例 今时今日 可惜的就是这些污染 条例呢 就管不了那些东江水 你喝几口东江水 还读过那些核污水 吓死你呀 但是就因为水污染管制条例 香港人才有干净水喝 噪音管制条例 多谢市头婆 没那么吵啊 这个社会 还有很多附属法例 例如电力那些 你今时今日不爆 feel 市商算好 我刚才说的 大家要认真听啊 因为呢 在九七龙嵌之后呢 现在这堆东西可能会调转 搞的 很害怕的 你会见到可能西贡有空大雨的时候 冲一些人下山的 那最想冲走的 那个叫林超英 就是这个人没什么做 有空就发表那些 在坏路的文章说夏天不开冷气哦 有病哦 夏天当然是开冷气的啦 人体是有一个适切的温度的嘛 那么热 你想屎啊 咦 那又有得说哦 还有就是那些叫做道路交通条例 大南隧道元朗引渡条例等等的 那这些呢 哎呀 好怀念啊 九港铁路哦 还有青马管制区条例 如景湾隧道连接道路条例 这个就是那时候搞新机场啊 你今时今日都是based on 新机场那里扩建的 什么三跑啊那些 但是那个骨架呢 全部都是仕头婆那时候起出来的 哇 多么了得啊 硬正结实 网民的留言就显示啦 喂 那你那些维多利亚港是不是要叫南新浸港啊 有些人说终于改啦 这些是迟早的事 不认不认还虽认啊 他拿你第一天说什么五十年不变 啊原来就是想着逐渐逐渐的那样 肯定是的啦 潜移密化各样 那这个讲得好哦 废了西装眼镜皮鞋没有啊 文化自信又缩入归壳 那就是你那些戴假发那些呢 扔了个假发去啦 这些西人的传统来的嘛 法国佬戴假发 皇后大道宗 啊 变成人民大道宗 啊 这个挺好听啊这个人 那但是小红书就会遭到报复啊 原因呢 他们打卡的时候是想着去那些 麦当劳道打卡的嘛 麦当劳道那家麦当劳 啊 买个包 那你现在没有了啊 没有麦当劳道了啊 这很多的 瑟士巴利道啊 布丁诈街啊 布兰街啊 加莲威老道啊 威尔斯亲王医院 咳咳 伊丽莎八大厦 这些全部改改改改改改 有人就说 废除了那帮官和直系家属的外国籍先啦 你要问回这个孙玉咸 啊 杨允雄那些啊 全部都 为洋人的教育是瞻的 一个是牢鹿局啦 现在一个民体内啊 没有执掌教育啦 但是都不应该啊 不相信香港和大陆的教育的 你送个儿子去大湾区那里读不得的 谁都要去外国的 这些人呢 心里面摆到明就灭视这个共产党 那没办法的啊 是吧 官员都敢做啦 我们有样学样的而已 上行就下校嘛 这些叫上梁不正就下梁歪 歪多几前宠 另外终于迎来的 呂皇时代的基建啊 就不得了啦 是吧 非常完善 那但是现在终于呢 富贵黄金屋啊 港铁飞站哦 以后什么都会发生啊 我失地铁啊那些呢 以前不给用的借口 现在都会 因为以前低机率嘛 现在是会发生的嘛 那这里啊 5月8号啊 港铁官堂线维修 太子至河文田站呢 7月28号起 暂停列车服务的 即是断了一字 你说为什么要更换设备呢 所谓的维修更换设备 你那些设备啊 还用不用得呢 我极度怀疑他换那些什么设备哦 尤其是 那条线就出名旧的 他有机会呢 就将这个 官堂线那些 那些铝黄时代的配件 又换了他的那些淘宝零件了 那大家以后搭的时候小心啊 可能高铁出轨的 那港铁解释 他计划呢 更换的是油麻地站隧道里面 那个顶部的金属电纜吊架 相关吊架呢 由通车至今是未曾更换 那最吊架这样东西大家听清楚 虽然状态是良好 听到没 状态良好的 但是因为踏入资产更新情况 和生命周期 你明不明什么 逐个字 每个字我都看得明白 合在一起 我不太知道他说什么 什么资产更新情况 生命周期啊 你以人法啊 金属电纜吊架哥哥 觉得狠类了 这样啊 所以要换 生命周期 所以就希望一次过更换 以往啦 香港人就不应该给他换的 好像天星小轮那些 皇后码头那些 哇 你想动他们 豈有此理 去直霸又来 但是今时今日没啦 啊 他就找那些警察 守鬼住了的 啊 要换什么就换什么的啦 就将以往行之有效的那些 啊 全Q步换了 屎林尿赖 又糟糕又养碎 而英国这边的情况又怎样呢 啊 会不会有铁路飞站呢 是可以的哦 我想说 有时有些运货的嘛 那我见到静静静静静的 那样走了过去的 那些火车 挺有趣的啊 啊 还有以前的那种感受啊 就是你一条露天的铁路呢 九龙那些就全部是这样咯 就不是地下铁啦 地上的 隆敦才是地下铁的 很多时候这些铁路都地面的 那地上那些铁路呢 怕的就是塌地下的那些铁路呢 怕的就是浸水 大家怕的东西不同啦 如果你说香港那些呢 可能要怕有沼气啊 帝市 他整天爆一两单的嘛 你怎么知道帝市不会啊 那但是这里是得正的 我又要帮他讲一下 我们这些很fair的嘛 港铁就会和九巴合作的 不过应该用电动巴啊 又是那些淘宝巴士啊 你小心啊 搭搭一下 哇 整辆烧着了 那整车变烧猪的 烧得很快的那些 当日啦 来往油麻地 何文田的市民呢 7月28号记住这个日子 可以免费乘搭九巴的八号线 来往油麻地 和黄铺的市民呢 就可以免费乘搭九巴的30X号线 还会加密班次这样说的 去疏导人流 那算它啦 这头都会的 就是它有时塌雪呢 那些火车行不到 你买了火车飞哦 那它就会找那些shuttle bus去接载你的 那你可以采用的方法 7月28号 它又建议你 可以用一些替代路线 但是如果你想由麗景 走到去黄埔站的话呢 你倒不如行东冲线 去南昌 再经屯马线去河文田 再去这个黄埔 虽然呢就迟5分钟的 我觉得不是啦 它不计塞车那些时间的 它有些班次的时候 塞满了人上不了去的嘛 那但是 今次有想到东西啊 就是有用下个脑 7月28号时分 它有计过了哦 由于当日呢 是暑假的星期日 市民不用上班 学生呢又不用上学 所以就会少些人 就不好意思 女王时代的东西我信得过 它现在那些呢 我信不过的 换了零件之后啦 我不觉得它换了更好的零件 可以撑到多久咯 所以日后大家搭车呢 应该又是一道气的 我还记得 离开香港之前呢 最有印象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这条地铁有屎味的哦 在某一拍 它发生什么事 这个已经算是最经典了 吓死人了啊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